好,各位朋友好,我是斗买买 我们现在来玩一个好玩的东西啊 叫做V2G 2023年1月5日 国家能源局工薪部以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联合发布了关于加强氢能源汽车与电网融合互动的实施意见 意见中明确车网互动包括智能有序充电 双向充框电等形式 车网互动可以参与薛丰田股 虚拟电厂聚合交易等场景 这部未来在上海深圳等一些城市 在一些特定的站点就开放了V2G的试点 玩法呢其实特别简单啊 在开放试点的城市 在开放试点的站点上 你只要插上充电枪 用未来APP扫码选择对外放电 如果这个时间段放电是有积分的话 未来会用积分的形式实时的把你放电的积分 打到你的未来账户上 那我人问我脑子不好啊 我冲了电吧 他给放掉 那本质的原因呢 其实是因为差价的存在 如果你在上海的话 家里充电 那夜间充电的电费呢 每度电是0.33元 没有接踢到 永远都是0.33元 而未来的V2G的奖励呢 比如说在星夜太鼓会这个站 晚上的19点到21点 这两个小时的时间内 每度电可以奖励11积分 折合人民币呢是1.1元 也就是说每度电的差价呢达了0.77元 这个呢就是你愿意放电的一个动力啊 那我实测了一下 放电功率呢可以做到20千瓦每小时 也就是说两个小时可以放电40度 那差价呢就是40乘以0.77 等于30.8元 这放一下电这一顿早饭前就有了吧 当然了 目前的这个放电视点呢 仅限于在特定的站点 特定的时间 真正想把这个V2G做好 还是需要电网跟未来共同努力啊 把这个充放电给做到家庭上 做到家庭用户的车位上去 这样的放电才会变得更加有价值 不然你看我为了拍摄这些视频 我特意跑了一趟新银泰国会商场 那正常的普通用户 也不会每天都特意跑商场 去放这个电的对吧 所以呢等家庭用户 可以自己装上V2G充电桩 那这个行业的前景是更加无限的 那为什么V2G电网愿意付钱给用户呢 其实呢因为电网夜间的负载是低的 电这种东西呢 发出来是很难去存储的 是不是电网 所以鼓励大家夜间多用电 那大家夜里要睡觉啊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会多用电呢 所以这个时候电动车充电 在量大的时候就起到了很好的一个效果 在这些夜间 大家用电量少的时候 电动车作为一个大的蓄水池 千千万万的电动车 把这个电给储能起来 而到了晚间 用电这样的高峰的时候 或者说早上用电高峰的 这样的一个时间段 如果呢这个时候电网发的电不够了 那你的电动车可以通过V2G的充电桩 给电网供应一些电 电网是愿意去付钱的 这呢就是V2G的效果了 电动汽车给电网送电 国家发改委呢 希望力争 2025年底前建成5个以上示范城市 以及50个以上双向冲放电的示范项目 未来呢就在努力的实现这个 这还呢只是车跟电网的互动 别忘了未来还有个大杀器换电站哦 每一座换电站里面塞满了20块电池 都是一个很大的调节池子了 实际上呢 从去年前年开始吧 未来在一些地方的换电站呢 就参与了电网的调频了 那除了换电站的商业价值之外呢 换电站还为电力系统的稳定 做出了贡献 而且还产生了一定的经济价值 这个就很好呀 对不对 V2G呢这个事情上理论上 任何一台电动车都可以做 但是未来呢做起来比较容易 因为呢未来的车是可以换电的 换电的为了用户买车的时候 是可以通过Bus进行车电分离的 车主呢从物理上并不拥有一块动力电池 拿电池的部分循环寿命 去参与电网的平衡 这个是变得是容易的 举个例子啊 假如一块电池的循环寿命是3400 每一次循环呢可以跑300公里 这就是90万公里啊 其实远超日常开车使用的这个寿命的 对不对 拿电池呢去放一放电 其实没什么 而且未来呢会设置这样电池 电量在20%以下是不让对外放电的 其实电箱呢也在保护了电池 真正电池的难点是日历寿命到期之后如何处理 之前呢之所以没有人讨论这个 是因为电动汽车的发展很快 发展的时间相对较短 焊死电池的电动车 还没有批量的遇到日历寿命到期的问题 未来换电站可以通过三分钟换电 就让一块电池停止流通了 就可以把这些电池进入合法的拆解环节 如果你想想看没有换电呢 我们已经看到抖音上面有大量的视频啊 什么一块电池报废的大量暴力的拆解 土法拆解造成了二次污染 而未来换电就是电池循环利用的正规军 反观如果电池是车主自己的 而且不能轻松的拆卸 你让他们去参与V2G 他们心里头会觉得有点不舒服的 虽然理论上说每一次放电的损耗 是可以忽略不计 而且有经济收入的 但是就会有人说 这种事情凭什么要我来做呢 那实际上的好几次重要的V2G的试点 也都是未来去参与的 至于为什么V2G这么重要 国内规模最大的反向充电试验近日完成 50台新能源车的反向充电功率 达到了近2000千瓦 试验历时30分钟 这次试验向电网反向放电近1000度 有一些车企的动不动说 就要上超快充上游的电网 你可以理解为是一根大水管 给到每一个区域的电容量是有限的 比如说部署20个180千瓦的快充站 这个180千瓦快充站 在一些车企的延连行都不算高功率的 对吧 20个180千瓦的快充站 其满载的复合就是3600千瓦 那配电容量就要达到4500千伏安左右 而一般35千伏油载调压变压器的配电容量 基本也才1万千伏安 单一给你搞一个充电站的配电容量 就把当前一个区域 配电容量一半都给拿去了 现在其实大家也遇到了 那个车厂在宣传的时候说 什么充电5分钟续航300公里 什么一秒充电一公里 实际上你真正去充电的时候 充一次电总是需要花40分钟 甚至一个小时才走 最佳的那一段充电速度 不仅要车电量低 车的电池温度合适 甚至还有个先决条件是隔壁充电桩 没有人 这不很搞笑吗 你最快的充电速度 需要别人不跟你分功率 而且充电存在明显的风骨效应 需要的时候那么多车 比如晚上要充电 一起打大家的大功率一起上 不要的时候 负载充电站的负载低的又怕人 电网最烦的就是这种不稳定的负载 喜欢的就是换电站 这样始终有一定的电容量 是一个稳定的负载 可以稳定的用电 必要的时候 还能向电网反向放电 维持电网平衡的资源 你要知道 蔚来自己明明就有925伏的技术 比市面上的800伏 不知道强往哪去了 明明自己的快充 就可以做640千瓦了 可以做充电5分钟 续航255公里 今天我正式发布 蔚来640千瓦全液冷超快充装 最大输出电流 765万 还在持续进步 大家都知道蔚来换电好 但不能因为蔚来换电好 就忘了蔚来的充电 也一直是行业第一 其实这句话 刚才说刻板了 应该再说一遍 为什么他们还在大力的做换电 甚至说长安汽车 吉利汽车 江淮汽车 奇瑞汽车 都加入了蔚来的换电联盟 甚至说昨天国家队还入场 跟蔚来一起 要在安徽省建设1000座换电站 你要知道安徽有一些石油公司 不过几百座加油站 1000座换电站在安徽 安徽就是地球上使用电动车 使用纯电车 体验最好的省份之一了 V2G是电动车 帮助电网的一个小小的实践而已 电车除了清洁 环保动力好 能做的事情还多着呢 电动车其实可以买很多台的 你真的不买一台能换电的吗 有的时候买蔚来 就是买蔚来 好 这个是北京斗马买的视频 希望你能喜欢 如果对我视频感兴趣 不要忘记评论 欢迎订阅我们买蔚来的 偷窍闭站微博 以及YouTube都有自己的账号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